我们再把事件回到室内 昨天上午闽航区卢恒路上发生了一起男子高坠死亡的事件 而在27号一名女子被发现死在了龙无路的一家宾馆内 警方目前正在全力调查两人死亡之间的联系 昨天清晨6点多 闽航区卢恒路128窿 一临街商业门面房21号门口周边市民发现 一名35岁上下的安徽籍男子 躺在一楼水泥地上已经宣告死亡 法医刑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置调查 怀疑其是跳楼自杀身亡的 人不爱很多人过去看看 那个人死了 已经死了 然后我们还有个 他不是自己走上去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那么我们个李邦迪 那个人怎么这里没人抢家 他们说你久过来姓不跳了 那么那个李邦迪都说 3点29分 哪个人跳 而在27号晚 闽航区龙武路3355号 宁泰宾馆502室内 一名女子被发现遇害 其搏颈处有刀伤 释发后 民警全力寻找与女死者 一起进入宾馆的男子 警方介绍 两人的关系尚在调查中 两人死亡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也正在调查中 记者宣客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